香港漫畫的題材 除了武打和黑社會之外 為何沒有其他題材呢 漫畫可以說是很多香港人的精神食量 有報復跟我們說 現在報攤的生意 七成的收入都是賣漫畫書 不過不少社會人士 就批評本港出品的漫畫 充滿暴力和意識不良 對青少年有話影響 其實喜歡看漫畫書的 就不止年輕人的 而漫畫的題材 一樣可以多元化的 為何本地主流漫畫 幾乎獨孤一味打鬥呢 為了買限量的精品 即外面沒得買的 沒有 幾千啊 一萬幾元 這些童話都是有在這裏 但是有在這裏 200個套餐 那些特別品 就過來賣給他們緊張 六日的漫畫錢 中間有超過二十萬人買票入場 當中大部份都是年輕人 有些漫畫迷不止排隊入場買紀念品 還扮演漫畫人物入場 參加人物扮演比賽 那些頭是不是今次特意染的 是特意染的 很傷頭髮的 我自己家附近 我一見到我都 哇 為何你弄成這樣 我一見到我一見到我 你再說一次 我一見到我一見到你 期刊超過三十本 但行內人說 其實現在銷路已經差了 我想最豐盤是八十年代 最高去到十七八萬 一般的都會有兩三萬 現在我想最高都是十萬左右 一般的可能只有一萬多本 再差點是幾千本幾千本 最近社會輿論關注到不少本地漫畫 以描繪黑社會人物和色情作題材 主辦當局於是禁止出版這類漫畫的公司 參加這次展覽 其實那些是很少撮的 佔了三五個百分之漫畫市場的不好的漫畫 影響了我們其他九十幾個百分之主流的漫畫 現在本地漫畫的主流又是甚麼呢 香港來說打鬥的多才是大不大部分 打鬥的 通常是打鬥的 娛樂吧 因為有時乘車的停車都很滿 看看 都沒有打遊戲的 我想在街上 他們喜歡主流的 喜歡動作 我們一定要供應動作給他們 正如所說 包裝不同 我們是一個武俠的漫畫 或者是科幻的漫畫 喜歡看本地漫畫的讀者 都不是個個滿意現時的題材 香港那些永遠都不知道要合物 因為每次開始都百幾期都不知道要合物 難圓結 會不會有些圓結 它好像比較完整一點 而且很好看一點 一個志願團體的漫畫展訪問了1200個漫畫迷 叫他們比較香港漫畫和日本漫畫 結果發現 無論是娛樂性 教育性 內容健康 題材多元化和適合青少年閱讀這些元素上 日本漫畫得到的評分 全部高於香港漫畫 就算他們對漫畫有要求 或者他們覺得現在的漫畫不夠好 他們都繼續看 第一 他們沒甚麼選擇 第二 他們不是很說出來 要怎樣才是好 香港漫畫大家都知道 來來去去的主題基本上都是沒有打 甚至有一段時間說出過甚麼科幻漫畫 其實那些科幻漫畫只是用科幻包裝 或者神怪包裝之下的武打漫畫 其實沒甚麼大分別 我都不知道科幻的味道在哪裏 在大學教政治的蔡子強 自小看港產的漫畫 近年接觸過一套 講日本政壇的日本翻譯漫畫之後 覺得日本漫畫不單止題材廣泛 而且資料搜集認真 所以轉看日本漫畫 我經常講 我上課教甚麼多二席單票制 教到派到還未教到 裡面用一些漫畫橋段 就告訴別人多二席單票制 究竟問題在哪裏 怎樣導致了黨外 即是同黨鬥爭等等 再加上他講很多 譬如說台海危機他有講 然後南北韓的導彈危機 豬如說他全部都有講 所以很貼切到社會的政治面貌 買真的買不到那麼多 還有日本漫畫的種類那麼多 如果你不是通過租書檔 基本沒有可能接觸到那麼多 不同種類的日本漫畫 租了一本講壽司的 講打拳的 講飛車 研究亞洲社會的趙永佳 是一個日本漫畫迷 每個星期租差不多十本來看 它是日本漫畫 比港產漫畫可取的地方 是故事通常會宣揚一些正面的價值觀 如果你有看日本的 所謂體育漫畫的話 它全部都是以中學來做背景的 有很多日本的中學生 高中學生 根本是沒有機會 沒有可能升到大學的 那對他們來說 中學有甚麼意義呢 在這些漫畫裏面 當然人生是要有目標的 努力就會成功 但這些都是很正面的思想 日本漫畫題材多元化 讀者的評價又比較好 但其實一般算賣得的 日本翻譯漫畫 每集銷量都未必和慢 而且比出版商看 還肯翻譯出版的題材 都很有限 一直以來都是少少暴力 搞笑 公仔漂亮 一向都是這條線 這班要求的讀者 那個量都是比較少的 很多都是被動的 很多都是你出甚麼 傳媒說好看 就去看 專賣日本翻譯漫畫的陳先生說 他經常會入一些台灣版翻譯的漫畫來賣 因為他們如果不入水貨 香港的讀者根本是沒有可能接觸這類題材的漫畫 滑和出版應該都不會有 因為市場太小 但其實你們現在看不看到的反應在香港 市場就是我們 都一般的 問題是日本漫畫 始終都是日本漫畫 外來的漫畫 始終對本地的聲線人來說 是有一個距離在那裡的 為甚麼香港不可以出產多些不同題材的漫畫呢 現在本地暢銷的漫畫 都是以周刊為主 這個星期出30頁稿 要用十幾個製作助理 每日趕工才做得切 行內人說 如果一本書保證不到過萬的銷量 分分鐘圍不到皮 所以不傾向市新的題材 和日本比較 日本是億幾人口 它的漫畫人口的市場已經很成熟 它可以嘗試很多類型的題材 它們很輕易可以有三五萬本的銷路 收入已經很好 其實我們現在的工作形態 不是只用筆去做事 其實在香港肯出版嚴肅題材漫畫的一樣有 正自漫畫家馬龍去年開始 就出版一本以日常生活做題材的漫畫期刊 但銷量每期只得二千本 雖然每期藝術發展局都會資助五萬元 仍然為不到皮 於是給作者的稿費就很低了 譬如說每版只有三百元一版 或者甚至乎是沒有 當然我做這本書 我有我的編輯費 馬龍說 他主要在報紙或政治漫畫的收入仍然不錯 不過新人根本沒有機會入行 因為社會和十幾年前不同了 那時的報章剛剛有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和《回歸新聞》的刺激 很多報紙都很開放地想採用這些政治漫畫去做事 但現在數來數去能夠用政治漫畫報章是少了的 你自稱都是畫武打漫畫的 不過畫的是金融武俠小說 幾年前有日本出版商請他畫日本版的金融小說插圖 於是他放棄港產漫畫的誇張手法 以閱刊的形式出版整套小說 有雙元素一定有 不是說說這麼偉大這麼乾淨的 不過只是在自己的創作上去平衡 這套漫畫在東南亞銷量不錯 單在台灣第一集就賣了超過十萬本 下年初還可能會賣到日本 不過他都承認若果只是靠本地市場 一早已經停刊 如果我們只是看香港這個市場這麼小 經常說香港主流漫畫 反而反過來你又很難衝出 希望多一些人可以藉著漫畫這個題材 去盡量發揮漫畫可以做的事 千萬不要 我一定要去做其他類型的漫畫 正如我們看電影一樣 小片 我在享受那種羅漫剃黑 如果港產片這樣拍就一定死了 這個是讀者本身自己的心態 現在這些小孩是一個受影音 圖像文化影響的年輕一代 如果漫畫媒介是一個容易受落的媒介 我覺得無論你做教育也好 你做甚麼都好 都應該要善用這個媒介 然後就很快囉 他們在收到 Kayla 後就 redirect來 從時突然開始 她被人追求 走路 那麽 其實是